等一下 等一下 心靈機構操控步伐 履姓負責人移送北檢富汛 現場早有親友學員等待護駕 一看到媒體拍攝 立刻把毛毯展開阻擋 為了阻擋拍攝 現場還有任務分工 有人肉身出手阻擋 有人高舉遮羞布 還有人近身包圍負責人 但他們的行為嚴重影響 偵查隊移送 大安分局政調隊副隊長薛伯文 鶴令在場的親友讓道 但這群人繼續逮屌屌 甚至還有人出手拍掉 記者的手機 他是履姓負責人的先生 同樣也被移送覆訓 他們開始的心靈機構 被報不止講師 沒有心理師專業執照 課堂上還競標 數十萬到百萬元的 高能量物品遭到檢舉 當下有工作人員告訴我說 我被鬼附身了 然後就號召了一些同學來狂揍我 結果造成我整個脊椎受傷了 尋控訴上心靈課程 卻被打到滿身傷 複毒就是說有一個被害 就是受害者 他被老師要求 就是打電話給他 全是性侵加害者 跟他說對不起 是我就是勾引了你 尋控課程涉及不法級霸凌 加上負責人夫婦 沒有專業背景 卻高額收費 北檢接獲檢舉 指揮大安分局 十六號兵分八路搜索 帶回負責人夫婦 以及講師一共七人 訓後預令夫婦黨 各五十萬元交保 遭控的講師 則是十五到四十萬元交保 交保後履行負責人 看到守了一整夜的親友學員 一上前向他們逐一擁抱 甚至哽咽流淚 這滿腹委屈 還是真有不法情勢 心靈機構的官網 所以就負責人被約談 巧合的成了 沒畫面 三星另外一節 故人說少次上台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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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